四大天文中唯独郭富城至今单身未婚 一向昙花旺的晨晨除了多年固定的熊黛林 身边飞蛾女友花边新闻不断 一个接一个的各色嫩魔收入囊中 让朋友们看得都是目不皆辖 郭富城与熊黛林底不过七年之样 最终以分手结束 却被传劈腿29岁台湾原著名混血牛狗云会 这场情变风波刚刚稍许平息 爱好女色的晨晨岂能罢休 再被踢爆原24岁嫩魔叶希奇打得火热 早前叶希奇被爆人物宿地工程 疑似有爱有幸 近日叶希奇大方接受专访坦诚恋爱细节 澄清一切建筑在爱情上 清正今日收到男友送钻戒求婚 直言表示希望两年内结婚 婚礼会尊重男方决定可能会履行结婚 更分享两人相识经过 大潭与男方是因都喜欢玩车而一见钟情 曾高呼一辈子不做小三的叶希奇 自称与男友拍拖半年 恰逢当时正发生狗熊大战 难免误让人以为他做了第四者 为此叶希奇澄清她与澄澄相识时 对方已回复单身 除此之外 叶希奇趁机澄澄自己将快二十四岁 并非网上资料索写二十六岁 与四十七岁澄澄足足相差二十三年 但她认为爱情绝对可以超越爱情 也不觉得彼此有代沟 提到对方优点 叶希奇双眼发光欲罢不能 大赞特夸澄澄 花痴模样看来早已深陷其中 似有非澄澄不嫁知觉心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